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5月9号 周一晚上的8点25分 又是泥沙巨下暴跌的一天 标普500指出今天下跌3.2% 创下了13个月来的新低 我知道很多朋友兴慌 着急失落辗转难眠 但是我希望通过今天冷静的讲解 帮助大家厘清现在的困难局面 和专注的重点 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现在的市场 咱们经常平常会说到 现在到底是牛市还是熊市的问题 这里我首先要和大家讲清楚两个概念 咱们来来谈牛熊的问题 就是什么是熊市 什么是技术性熊市 首先我们说熊市 基本面的熊市指的是什么 它通常指的都是基本面恶化 衰退带来的股市的持续性的下跌 它是一个完全的空头趋势 那么中间的每一次反弹和上涨 都是你逃命的机会 直到最终跌不动了 该卖的人都卖光了 最终的底部慢慢的去完成 盘成了一个底部 去等待下个强势经济周期的到来 它通常都需要基本面的衰退 或者我们说企业经营能力的持续性的恶化 这是指的基本面的熊市 那么技术面的熊市指的什么 技术面的熊市 咱们通常指的是从大盘高点的位置 回撤如果超过了20%的这个位置 那么它就算进入了技术性的熊市 通常技术性的熊市都早于基本面的熊市发生 但是这种技术性的熊市 不一定会演化成基本面的熊市 相反 很多技术性的熊市通常带来的是超卖 带来的是基本面的低估 如果基本面没有发生恶化 那么其实出现了技术性的熊市之后 是一个中长期比较好的一个买点 这里跟大家举几个例子 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技术性熊市出现之后 但基本面没有恶化 没有演化成基本面熊市的情况 后来快速走反转的一个情况 就是反转上涨的情况 咱们从最近的20年里边 最近的两次是2018年还有2020年 他们都是从高点回撤到技术面熊市之后 阶段性的触底 然后结束了下跌 这是第一个 当然如果咱们出现这种伴随着基本面恶化 也就是技术面熊市加上基本面熊市 一旦确认它的杀伤力也是非常非常强的 比如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 技术性的熊市当时引发整个伴随着基本面的恶化 下跌的时间持续了18个月 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 技术面的熊市引发着下跌 伴随着基本面的恶化 整个下跌的时间超过了30个月 所以技术性的熊市 我们平常应该要把它和基本面的熊市区别来看待来谈 不然有时候我们混到一块去讲 很多时候大家讲的不是同一个概念 比方说你到底看牛还是看熊 你到底是看什么大家说的都不是一个东西 所以这里我现在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现在的下跌只是真正的基本面熊市的开启的第一步 但是不是必须的一步 它是否能演化成基本面的熊市 并不取决于现在股市的走势如何 而是取决于经济数据 取决于企业盈利能力水平的数据 咱们一定要把技术性的熊市和基本面的熊市 分开来看 那么目前基本面是不是会出现熊市呢 这个要取决于美联储快速加击之后 美国的经济是不是会进入衰退 企业是不是会进入负增长 如果确认 那么必须就是一个基本面的熊市 而这个熊市持续的时间长短 完全取决于在整个经济复苏的一个速度 所以现在如果咱们去讨论 说这个基本面是不是一定马上就进入到了熊市 确实现在还没有办法 按照现在的数据就马上就能确认得了 因为根据整个一季度的标普500的财报 已披露的数据显示 大多数的公司在2022年年度依旧增长 2023年的前瞻预期依旧增长 它只是增速放缓 它没有陷入衰退 至于放缓 它是否一定会演化成衰退 咱们必须要等待更多的数据去跟踪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现在的基本面上 就是为什么我说基本面上 我现在并没有看一定要进入熊市 我现在还是看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原因 因为即便现在我们说到了2023年底 或者2024年出现了基本面的衰退 离现在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中间依旧是有震荡交易空间的 因为这一波下跌 整个跌得非常的快 非常的猛 至于有很多朋友说 他就看基本面的熊市 这里我只能说你是提前判断 它一定会进入基本面熊市 这个只是一个看法的问题 但是从当前的数据上 是没有办法拿出强有力的证据的 放缓不代表衰退 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 这个就像是你的股票账户 你的年度盈利从去年的20%下降到今年的盈利10% 这叫放缓 除非你开始亏损本金了才叫衰退 你总不能因为说今年赚钱比去年赚的少 你就判断自己明年一定会赔钱吧 这个不符合逻辑 所以企业经营也是这样 它会受到星际周期还有货币政策的影响 但企业自身也会去调整自己的状况 你不能说因为加息 因为货币紧缩的政策 企业就一定会衰退 那世界500强经历过那么多次的加息和紧缩的周期 早就不应该存在了 更别说还有一些百年企业了 所以咱们平常在谈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几个概念要给区分开来 那么现在到底是不是技术面的熊市呢 根据咱们刚才讲过的 技术面的熊市下跌超过20% 首先我们看一下标普 标普从上方的4818点往下走 如果要确认跌到技术面的熊市在哪里呢 在3836附近 也就是要跌破3836 确认进入技术面的熊市 这是第一个 它现在还差了一点对不对 没有到啊 中间差了多少呢 从今天的市价大概往下 还有4.12%左右的跌幅 它跌破这个 那么就可以确认它进入技术面的熊市 那么纳斯达克100既没进入呢 已经是进入的 从技术面熊市来讲 它已经是进入到了技术面的熊市中 因为它跌破13300点就会确认 现在是12187点 所以它确认是技术面的熊市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道指这边呢 道指它要从高点下跌20% 必须要跌破29540 现在的位置在32240 所以道指没有进入技术面的熊市 没有得到确认 下方还有比较远的一个距离 那么其他的像纳指综合啊 它肯定是跌破了 因为它的这个位置是12960点 现在是11623点 很明显是确认进入到了技术面熊市 罗素也进入到了技术面熊市 所以现在从技术面讲 一共标普道指没跌破 其他的纳指综合纳指100 罗素全部都进入了技术面的熊市中 但它仅仅是技术面的熊市 刚才为什么其实技术面熊市 它会带来什么 对吧 它会带来一些超慢 它会带来一些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 但是它不代表着未来一定会持续的 像基本面熊市一样反弹就是跌 不一定 因为它会出现两种情况 要去考虑基本面 好 所以这里是从技术面上我们来判断 它现在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说现在如果打个比方 标普现在要跌这4%下去 要跌到技术面熊市进行确认的情况 它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咱们看一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标普500的权重的一个分配 目前标普500权重前15的股票 就是排行在市值前15 因为标普500的是按照权重来排名的 标普500前15的股票 总共的市值占比是接近33%左右 其中前面的五大科技股 苹果 微软 亚马逊 特斯拉 谷歌 这几个 它们总共加起来的权重就接近22% 排行在第一的我们看到权重 是苹果的权重大概在6.99%左右 也就我们按到7%来算 所以这个五个大权重里边 而实际上现在除了苹果之外 这四个都是在走确认的下行趋势 也就是它们没有去维护高估值 没有把价格稳定在自己的高估部分 它们已经投降了 微软 亚马逊 特斯拉和谷歌 都是属于投降走势 就是没有去一定挺着高估值不放 还是走了一个估值的回归 属于基本面的合理的回调 现在只有这里边谁呢 苹果目前还是从基本面上 它迟迟不肯回调 它现在迟迟不肯从高估区域下来 没有进入到确认的下行趋势中 也就是说 如果苹果现在不往下下跌 我们看一下苹果的情况 如果苹果现在不往下下跌 现在这个位置它就守住了 也就是守在150块钱附近 那么刚才说它占有大概7%的市值权重 那么意味着剩下的93%的标普500的股票 必须要再跌个5%左右 才能够让标普500的指数下跌超过4% 才能够进入到技术面的熊市中 那咱们看一看 除了苹果之外 这几个再跌5%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它们跌15%到底是属于这种更加严重的破位走势 还是更加合理的一些位置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微软 微软现在今天的市价 如果再往下跌5%左右 会进入到230-260块钱的强支撑区域 同时也是它在估值的非常合理的合适的区域 也接近了下限区域 如果跌到250块钱附近 完全是已经走到了在23年 也就是明年前瞻一年的固执下限 那就不属于高估了 那就属于很好的位置了 所以大家看到我的建仓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等着它 230-260的技术面加上基本面非常好的位置 当然如果回调的猛烈一些 对吧 你说可不可以到200-218呢 或许能到 但是要跌20%几对吧 那个就是属于更加的低估一些了 那种情况出现就是毫不犹豫 当然是需要多拿一点 那我下方还给了一个6%的仓位 200-218 但是呢 这个203-260没跌破之前 你去谈这个218都太远了一点 所以也就是我们说 微软下跌5%左右 能够到基本面加技术面 非常合理的位置 好 那么亚马逊再跌5%是个什么情况呢 亚马逊这边再跌5%是跌到了 下一个强支撑区域 1870-2100的位置 今天已经摸到了 再往下跌 跌到1870附近 所以它也是到了一个强支撑区域 那么特斯拉往下再跌5%是什么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 会标出来了 之前给的560-760 大家看今天从今天的市价往下跌 再跌5% 就会进入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也是我加仓的买点位置 所以现在大家反过头来看我当时的一些买点 你就知道现在能想清楚为什么了吧 因为这些地方 提前我看这些地方 从基本面上 从技术面上 它会形成比较好的位置 所以才把单子在这等着 才把单子放在这个地方挂着 所以我一直在说 到不到的了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能到 他们到这个地方 能不能遇到抵抗 我是知道的 能遇到抵抗 首先就会遇到我的抵抗 对不对 所以它往下跌5%左右 在这个地方 就是强支撑区域 也是进入到这个位置了 好 那我们看谷歌是不是 跌5%到了什么位置呢 谷歌往下跌5% 也是进入到了强支撑2024-2127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没有 在几个大的权重 除了苹果之外 这些股票 我们刚才讲 他们要全部下跌超过5% 才有可能在苹果不跌的情况下 把市场给带到技术面熊市之下 才给带崩 但是他们在5%的范围附近 都有非常强的一些压力 强的一些支撑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想要跌破下方 那需要有更强的破坏力才行 对吧 想要不在苹果的配合下 自己去跌 那么那些股票一定要大幅下挫 超过5%才有可能 所以他们同时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 我觉得可能稍微还低一点 因为现在不仅仅是技术面的问题了 是基本面也到了比较合理的位置了 所以其实现在的重点 并不是这几个股票 现在的重点就是苹果 为什么就是苹果呢 因为刚才讲过 苹果有一个7%的权重在这里边 那么苹果现在面临着投降 还是不投降的问题 他如果不投降 现在的情况在这挺着 对吧 那需要其他几个努力 如果他投降 其他几个就不需要跌那么多 也能够进入到技术面熊市的下方 好 那么分析一下 苹果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首先看苹果的基本面 和技术面 我们分开来看 他到底有没有投降的机会 首先苹果的基本面上 在这里我跟大家写着 整个2022年9月份的前瞻估值 是112到115 2023年的9月的前瞻估值 是122到163 现在是152块钱 是高于在2022年的前瞻估值水平的 是一个明显基本面 被高估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本季度 一季度的前瞻里边 很明确的提到 6月的下个季度的增速放缓 市场预期下季度会同比衰退 好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它增速放缓 然后现在又涉嫌被高估 所以基本面上 你再看 2022年的增速8.9% 它的历史的PE水平 大概是在25倍以下是合理的 今天152块钱的市价 2022年的EPS预计是6.11 那么前瞻就是25倍 意味着它可以往25倍以下走 完全没有问题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苹果估值在这个地方 价格在这个地方 绝对谈不上便宜 绝对因为跟什么比 跟它自己的增速比 并没有是它是因为一个30%的增速 才说25倍PE 它只有一个8.9%的增速 现在历史上 在25倍PE以下的维持的时间 是很久的 很正常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它可以有更高的PE水平 现在的市场流动性不是那个流动性 所以加上它的增速只有这么多 今年 所以共同不是任何拿出一个单独的数据来说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它往下走 现在面临的第一个强支撑 就是什么 它跌5%就是141.5到151的位置 这个也就是5% 其他几个如果也是5%左右 那么大盘刚刚好差不多 就是能往下砸上一个4个点 也就到了牛熊分界的技术面的位置了 也就到了3836到3900这个区间了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它跌到这儿 不破位 苹果守住了141 那么就会整个市场就会遇到反弹 因为这是价值面和基本面都可以去做的位置 我要加仓的第一个地方就在142到152 然后这个地方当然算不上特别便宜 它至少没有那么贵了 如果它破位了这个地方 那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要往下走 整个如果往下走走到141下方去了 那么它从今天的市价往下就会下跌超过10% 那那个时候市场破位的概率进入技术面 熊市到3836下方的几率就会高很多了 那个时候就会见指多少 见指3500附近 就是上次给过大家的 3500附近的下方的更大的一个低位 那个概率就很高了 所以我们才说苹果从来都没有显得这么重要过 它不能够去破证 它要破证那么市场就很容易能看到 3500的位置 如果苹果不选择没有破141 维持在这了 那么3836到39这个区间 就是有可能会出现的阶段性的一个止跌 甚至我们说牛熊分界线前的一个好位置 所以总结上来讲 首先说一下我个人 我个人如果到了明天和后天 因为后天要出这个CPI 如果市场出现了下探到技术面熊市的机会 如果出现了这个机会 不是还有个四个多点吗 或者即便不跌这么多 或者中间就是3900 4000这种情况 或者3000 4000多一点 就在这附近晃悠吧 大概具体它会不会是先下跌再上探呢 还是先上探再下跌 我也不清楚 这个是猜不到的 那么只要是到了这个附近 我看到有一些比较好的迹象 那么我会考虑去出手 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 我现在还持有较多的一个现金仓位 我等的也是技术面和基本面的这个时候 所以我可以买 那么如果你没有仓位的 我建议大家不要去上杠杆 我再强调一遍不要上杠杆 我没有看大牛也不看大熊 我看的是一个震荡 我做的就是一个部分的底仓的长池 将部分的仓位滚动的一个震荡走势 而且后续如果风险继续的扩大 那么我可以进场加保护 我都有一些应对方式 和一些预警的计划在里边 我这是一个体系 并不是什么买或者不买 卖还是不卖的问题 好吧 所以这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位置很关键 苹果它会带着市场的一个风向 它迫不迫对于市场标普 能不能走到3836下方去 非常的重要 好 今天就到这 耐心的等待CPI的数据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这个地方现在既是风险 也是机遇 祝大家交易顺利 那今天节目到这 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见